同学们好,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 我是中关孙第二小学的韩雪峰老师。 上节课我们认识了三个新的生母朋友, 你们还记得他们吗? 快看,他们来了,和他们打个招呼吧。 这位同学的发音又轻又短,真不错。 快看,他们真调皮,变换了位置, 你们还能认出他们吗? 你们是不是也像这位同学一样, 能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呢? 再看看,又不一样了。 快来读一读。 这位同学看得仔细,读得认真,非常棒。 快看,三个生母正在和孕母宝宝们做游戏呢。 忽然下起了大雨,他们找不到自己的雨伞了。 快来拼拼雨伞上的音节,帮助他们找到雨伞。 这位同学在拼读两片音节时,做到了前音轻短,后音重。 同学们在拼读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呀。 看看屏幕上出现了什么,我知道,它们是南瓜、东瓜和西瓜。 对了,它们都是瓜类。 你们会拼瓜这个音节吗? 和老师一起试一试。 哥我啊,瓜,仔细看看这个音节,和我们以前学的音节有哪儿不一样呢? 老师,我发现生母哥后面有乌和啊两个孕母。 这位同学观察得很仔细,同学们,你们看,在生母和孕母之间有一个戒母的音节,就是三拼音节。 在这里,乌是戒母。 听老师再来拼一拼。 哥乌啊,瓜。 请同学们自己试一试。 哥乌啊,瓜。 还有许多三拼音节,想和我们做朋友呢,让我们去和他们打打招呼吧。 请同学们看准屏幕上的音节,和老师一起读。 读的时候,注意看清韵母和声调。 哥乌啊,瓜。 看,小妹妹把灯笼挂了起来。 再和老师拼一个。 哥乌啊,瓜。 这就是做饭时用到的锅。 同学们,你们发现了吗? 要想把三拼音节读得准确、流畅,就要把生母读清,戒母读快,孕母读得响亮。 老师把它编成了一个小口诀。 我们一起去读一读吧。 三拼音节的口诀。 三拼音节的口诀。 生青借快,孕母响,三音连读很顺道。 用这个口诀,再和老师读一读屏幕上的音节。 哥乌啊,瓜,哥乌啊,瓜。 同学们,你们做到了生青借快,孕母响了吗? 自己再来试一试。 有了这个小口诀,我们就可以把三拼音节读得更好, 让我们继续去练习。 请同学们读读这个音节。 哥乌啊,瓜。 这位同学做到了生青借快,孕母响, 老师也想伸出大拇指,瓜瓜他。 再看下一个。 哥乌啊,滑。 可爱的小猴正在滑滑板。 再来一个。 哥乌,滑。 看,大海多辽阔啊。 最后一个。 喝污我,火。 是火焰的火。 请同学们和老师再来一起复习一下拼读三拼音节的小口诀。 生青借快,孕母响,三音连读,很顺的。 同学们,三拼音节还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小惊喜呢。 只要你依次读对了屏幕上出现的音节, 小惊喜就出现了。 你们想知道是什么吗? 快来拼一拼吧。 可乌啊,快。 哥乌啊,寡。 可乌,酷。 可乌啊,花。 哥乌,果。 这位同学把所有的音节都拼对了。 快看,屏幕中出现了一个竖起大拇指的五角星。 我们再来拼,我们再来做一个小游戏吧。 拼对了箱子外面的音节词,我们就可以看到箱子里的东西了。 快来拼拼第一个箱子上的音节词。 看,是一只漂亮的花朵。 再来拼一拼第二个箱子上的音节词。 喝我,火,哥乌,锅,火锅。 是一个火锅。 请同学们继续来拼读。 哥乌,瓜,哥乌,果,瓜果。 这位同学做到了声清,借快,韵母响。 看,很多瓜果都出现了。 难度增加了。 把两拼音节和三拼音节放在一起,你们能拼出什么? 乐鱼,梨,喝哇,花,梨花。 哇,多漂亮的梨花呀。 最难的在后面,同学们,加油啊。 喝啊,哈,摸一,蜜,割哇,瓜,哈蜜瓜。 这位同学连最难的都拼正确了,真了不起。 接下来,老师要带你们去认识两个小朋友。 一个是小浣熊,一个是小老虎。 他们都有自己的爱好。 请同学们拼拼屏幕上的词语,看看他们的爱好是什么。 我们先去看看小浣熊。 看,他正在认真地做画。 他的画色彩鲜艳,多漂亮啊。 画画这个词,第一个画表示动作,第二个画表示画出来的作品。 请同学们再来读读这个词。 画画。 这位同学读得准确。 同学们,你们也非常喜欢画画吧。 老师相信你们也画过许多美丽的图画。 让我们再去看看小老虎。 他正在手拿鼓锤欢快地打鼓。 让我们也做做打鼓的动作。 再来拼拼屏幕上的词语。 得啊,打,歌舞,鼓,打鼓。 打鼓是一个动作。 有些同学不仅会打鼓,还喜欢打球。 看看屏幕上的三个小朋友都在打什么球呢? 老师,我知道,他们分别在打篮球、排球和羽毛球。 这些活动都需要用手来完成, 所以打这个字和手的动作有关。 再让我们读一读这个词语。 打鼓。 去掉拼音,你们还能读正确吗? 自己试一试吧。 画画。 打鼓。 你们读对了吗? 小浣熊在画画。 小老虎在打鼓。 听。 还有许多小朋友们在说话呢。 他们都说了什么呢? 竖起小耳朵,听老师朗读一遍儿歌。 看看都有哪些小朋友,他们都说了什么。 说话。 小细流说话,花花,花花。 小鱼点说话,沙沙,沙沙。 小鸽子说话,咕咕,咕咕。 小鸽子说话,咕咕,咕咕。 小花猫说话,喵喵,喵喵。 小青蛙说话,呱呱,呱呱。 你们都听到他们说什么了吗? 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。 说话。 说话,拼拼标红的音节。 喝乌啊,话,说话。 小溪流说话,花花,花花。 拼一拼标红的音节,看看小溪流在说什么呢? 喝哇,花,花花,花花。 小溪流在说花花,花花。 让我们再来读读这一句话。 小溪流说话,花花,花花。 小鱼点说话,沙沙,沙沙。 小鸽子说话,咕咕,咕咕。 听,是谁在说话,说了什么? 快来读一读标红的音节。 咯咯,咯,小鸽子。 咯呜,咕,咕咕,咕咕。 这位同学听到了小鸽子的话, 让我们一起也听一听。 咕咕,咕咕。 小鸭子说话,嘎嘎,嘎嘎。 小鸭子说了什么话呢? 快来拼一拼它的话吧。 咯啊,嘎,小鸭子在说,嘎嘎,嘎嘎。 这回你们知道小鸽子和小鸭子都说了什么吧? 让我们一起再来读读这两句话。 小鸭子说话,咕咕,咕咕,咕咕。 小鸭子说话,嘎嘎,嘎嘎。 小花猫说话,喵喵,喵喵。 小青蛙说话,呱呱,呱呱。 最后一位青蛙朋友说了什么话呢? 快来拼一拼,读一读。 狗蛙,呱,呱呱,呱呱。 哦,我知道了。 小青蛙在说,呱呱,呱呱。 这回同学们都知道是谁在说话了吧。 拼一拼大屏幕上的音节词,想一想是谁在说话,然后把它们连起来。 看看大屏幕,同学们,你们连对了吗? 让我们再来拼拼它们说的话。 同学们,你们喜欢这首小儿歌吗? 欢快地读一读吧,可以加上一些动作把它表演出来。 说话 小溪流说话 花花,花花 小雨点说话 沙沙,沙沙 小鸽子说话 咕咕,咕咕 小鸭子说话 嘎嘎,嘎嘎 小花猫说话 喵喵,喵喵 小青蛙说话 呱呱,呱呱呱 这位同学读得准确、流畅,真的非常不错。 同学们,这节课你们都学到了什么? 我们复习了 歌,科,喝的两篇音节 学习了三篇音节 认识了打、画两个字 还朗读了小儿歌说话 相信同学们的收获一定很大吧? 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,再见!